美国呢在这个尾巴战争当中 你会发现美国很积极在介入 航空母舰也来了 F-16也在附近了 刚刚我们讲到的 鬼桑桑的爱国者 你知道吗在俄乌战争 他们要了多久爱国者飞弹 迟迟都不给 现在呢尾巴 以色列都没说话 直接就部署过去了 还有萨德系统 美国总统拜登说什么呢 他说尾巴应该要和平共存 支持两国方案 但美国自己很矛盾啊 你支持两国方案 但你不支持停火 那哪来的两国方案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 美国自己国内问题也很多 告诉大家发生了一起 非常严重规模的枪击事件 或许你会讲说 怎么又是美国呢 或许有的人更酸 美国不意外 美国免疫州 免疫州在25号晚上 发生了三起大规模枪击 造成了至少有22人死亡 50到60人受伤 那么据说这个警方已经确认了 嫌疑人40岁 罗伯特卡德 他有美国陆军预备役的身份哦 而且他是一名 有执照的枪械教练哦 他目前呢 还在逃 那免疫州警方呢 要求商家关闭 要求民众回家 锁紧门窗 很多人可能想 美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报道 商场卡齐联盟 也手持突击步枪 免疫州一晚 惊传三起枪击案 造成大量伤亡 岛地警方随即公布嫌疑犯照 可见留着烙腮虎的嫌犯 并未刻意遮掩 将枪口瞄准门外 而目前他人逍遥法外 保龄球馆外的民众 在深夜里仓皇而逃 根据新闻报道 枪击地点分别位于 一间保龄球馆 以及当地酒吧 连接超商的配送中心 民众警方要求 营业中店家紧急关闭 民众尽快返家锁定门窗 同时公开和枪击案 有关的车辆照片 一辆将保险杆 漆成黑色的白色小型休旅车 疑似就是枪手犯案车辆 专家分析枪手在犯案前 车辆似乎未熄火 甚至连车门也没关 恐怕是在辛雄后 接着移动到别处犯案 民众警方呼吁民众 协助指认枪手身份 以及车辆 美国白宫则表示 总统拜登已经和 缅英州州长通话 承诺将会提供 全面联邦支援 当地民众接受CNN采访表示 有一家五口遭到枪杀 但民众却对此无能为力 根据太阳暴截至七月数据 美国四人以上重大枪击案 2021年发生高达647起 预计2023年发生679起 面对呈现上升的枪支暴力事件 拜登政府究竟该如何应对 成为各界脚点 综合报道 看光是去年重大枪击 所谓重大枪击 美国定义就是死亡人数4人以上 647起 所以美国在国际上 他们很想要营造 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还是有话语权 能够来帮你解决问题 尾巴呢 我们怎么布局 但是美国国内其实问题非常大 经济也好 治安也好 是吗 美国不断的在国外高唱 自由民主人权 但在国内不管是治安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贫护不均的问题 一直在告诉大家 美国就是民主自由人权 违背了最严重的国家 虽然说美国的联邦体制 治安是地方负责 缅因州不是个很大的州 不是个人口很多的州 是个相对小的州 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枪击案 而且枪手还再逃没逮到 那美国联邦政府说我们会支援 也就是说这不是他的事 他是帮忙的 就是美国的这种制度里面 会造成的美国联邦政府 从国会里面立法 保障大家可以使用枪戒 很方便 那有执照的人也是随便在使用枪 没有执照的人那更不用讲了 美国一直没有办法走向一个 没有枪戒的国家 这是一个美国很大的问题 美国好像是另外一个 一个比较有钱的柬埔寨 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制度 那联邦政府放弃枪支管制 然后让州政府比喻奔命 而且州政府如果要管制枪戒的 美国的最高法院又落里巴说了 弄过一堆宪法的裁判案 裁定的枪支是合法的等等 用法律阐售把这个制度卡住了 也就是说美国注定是要在这个 治安问题上一步一步走向衰弱 所以美国其实自己问题很多 所以美国不要再拿那什么 民主啦人权啦先处理好 有没有做事比较重要 好所以今天接下来呢 告诉大家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中国大陆的神州17号载人太空船呢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11点14分由长征2号F1-17运载火箭搭载 然后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呢 顺利圆满的升空 那刚才我收到最新消息 神州17号载人飞船 已经成功的对接了太空站 天河核心舱的前端口 你一定觉得很难想象 早上11点多才发射 下午5点多不到6点钟 它已经对接完成 这跟搭高铁那种速度 真的是你知道吗 这是从那是叫什么天地连线 已经是从地球然后到外太空了 各位发射成功 今天发射 11点14分的这个发射 我们看到了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那很多人可能好奇 为什么要把这个发射中心设在这边 因为这里呢地广人稀 2800平方公尺地形很平 人烟稀少 然后呢干燥少雨非常适合 每一年呢300天可以进行发射实验 所以限制不会太多 今年我们也看到了 当然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射升空 告诉大家创下了一个30站30节 每一次成功率百分之百 只有中国做得到 那今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太空人呢 非常年轻 90后都上太空了 好这一次的三位航天员 好分别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你知道吗 汤鸿坡48岁 唐圣洁33岁 江新领34岁 这是第一次啊 由这个一位第二次上太空的这个太空人 然后带领两批的这个叫什么 航天星人一起上太空 那其实呢他们每一位 你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哦 他们都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训练 包含呢我们看到了最年轻就是他了唐圣洁 他虽然年轻哦 90后 但是呢你知道吗 他之前哦 参加过第三批的航天员选拔之前 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他飞过六种机型 好江新领34岁跟他差一岁哦 他以前呢开过坦克 开过战机 汤鸿坡更不用说了 今年也是年纪很轻哦 如果在太空人的这个年纪来说 对不对委员他48岁 哇他上过太空 这是他第二次了 这已经是你知道这个叫做传承哎 他是湖南湘潭人 这个字真的是太考验一帧主播的眼力了 他之前呢执行任务回来之后 他就有形容 他说啊过去的航天员在太空 准备吃一顿饭要一个小时 现在半个小时能够热好还能吃酸奶 他这么简单的这一句话哦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 中国大陆的这个神舟十几号 不只是航天的成功 还有航天的进步 包含了在天空中你知道吗 可以喝热汤 据说以后可以吃牛排 然后可以吃酸奶 委员 这个不断的在这实务上 不是在夸耀说日子过得更好 不是 他是在训练说 能不能在太空站上发展出 可以跟地面上一样的正常生活 这样一来的话 未来的太空事业 可以扩展到更多人都可以上太空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都能够吃得起像美国早期太空人 那么难吃的食物啊 那长久生活的话 有一点的比较轻松的这个食物啊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汤红坡这是第二次 上一次上去都要两年前 两年前也就是说 他46岁的时候第一次上去 这个都是中国很珍贵的 这个人才的资产 33岁34岁就有足够的 这些太空的知识跟经验 因为上去不是只飞上去没事干 对有很多任务啊 很多的任务要去进行的 所以这么成功的神舟17号 那么给这些太空人高度的祝贺 高度的祝贺 那未来会让美国更傻眼 因为美国的那个太空战已经快不行了 对 那现在中国是这上次又多接了一截 越接越大越接越多 可以做的一个功能更多 而且同时中国还在为了太空战 这是我的说法了 招商引资 沙特地阿拉伯要不参加 委内瑞拉都要参加 印度也不参加 这也不是有一位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航天员 他还学习了中文 对他也想参加嘛 中国这个态度是对的 就我们初步是一个科学事业 然后再来就把它当做一个什么 一个可以扩展的一个商业的事业 这个非常好 给他高度的肯定 没错 而且我刚才找资料的时候发现 今年其实很特别 你知道吗 他们在发射之前 这个早餐吃一个这个包子 叫做成功包 果然呢 今天真的一非成功啊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导 让大家一起感受当时候的震撼 5 4 3 2 1 仰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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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7号载人太空船 在北京时间26号11点14分发射升空 大约10分钟之后 神舟17号太空船和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翻版正在慢慢展开 北京翻版展开指定链 发送开始 在飞船入轨之后 将按照预定程序和天宫太空站组合体 进行自主交汇对接 并和神舟16号太空人陈组 进行载轨软 而最大神舟17出发之际 还在天空上的16陈组 特别在天河核心舱内 观好横幅准备迎接新同事的到来 现在画左就是空间站内的画面 对 现在神舟16号乘组 应该已经是做好了准备 要迎接战友们的到来 大大写上欢迎队友的横幅 神舟16陈组太空之旅即将落幕 这次17陈组将沿用以老代新的方式 有具有飞行经验的杨宏波 带领两名太空人唐圣杰和江心灵 这次组合也创下大陆最年轻太空人组合记录 三人以不到40岁的平均年龄登上太空 其中35岁的江心灵不仅会开坦克车 还会驾驶战机 三人预计将展开维重力基础物理 太空材料科学 太空生命科学等任务 五天的交接任务 见识神舟16号三米太空人将打包行李返回地球 预计在2023年10月31号返回内蒙古东风主陆场 接着综合报道 你知道吗 刚刚我跟蔡委员还在聊 说哇三四岁真的是以这个航天员来说 还有33岁的唐圣杰 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未来呢真的是大有发展 那同时呢从中国的航天 你知道吗 六个半小时从地球到外太空 而且是完成对接 中国让我觉得我们跟太空的距离 怎么会这么的近 这个叫做中国的奇迹 中国的速度 那这一次呢 当然每一次的 其实中国在这个太空航天的任务上 都有很严格的一些分配 比如说呢 之前很多的实验 那这一次当然继续之外呢 航天员要铸留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这次要进行一个叫做 首次的出舱维修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 是一波一波的在增加 而且我也很好奇 中国到底有多少培训中的这个航天员 大家好奇吗 改天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委员你怎么看呢 他们其实有蛮多的这种任务 难度越来越高 因为一个太空任务要训练的人很多 要训练项目也非常多 所谓离开太空舱去进行维修的任务 是一个必备的 因为在太空中经常会碰到一些 这个舱外基建故障的一个情形 有人当在电影上曾经看过了 那事实上过去也发生过 所以训练这种舱外的维修工作 或者从这个舱飘到那个舱的工作 这个对于这种太空舱的维修维护 基本上是一个必要的动作 那这个东西不只是要训练一个人会 而且要经由训练一个人会以后 让一个团队 在面对可能比较二类的环境底下 都能够还把太空站给维护得很好 所以它只是所谓的舱外维修 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没错 而且这一次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 来太空工程发生任务 30站30节 这一次是中国的航太的工程 进入太空站应用发展阶段 第二次 这已经是许多次之前呢 有许多的这个太空人 让大家都觉得刮目相看 因为他们除了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之外 那后来也多了许多 比如说载荷专家等等的 这个是呢 实时以来的第30次的发射任务 那也是呢长针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93次的飞行 对它的这个针 小编筹一啊 小编筹一 这是这个人字边的针 好不好 征服太空的针 但是我们看到了 中国真的很厉害 这个百分之百的发射 或许这个 应该怎么讲呢 非常不容易啊 可能也会 很想知道 中国到底是如何突破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火车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控